下午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9月15号的百隔五报 新闻开始先为您跟进国内阴霾的情况 荣佛东甲空屋恶化指数飙到了254点 成为了全马最严重的地区 东甲 马坡 笨针 今天也有约320所学校被迫停课 荣佛州大臣萨鲁丁就说 直到获取空屋指数低于200点才会宣布复课 荣佛州卫生 文化及遗产委员会则透露 州内目前还没有因为掩埋而出现病例 但它也促起民众 尽量待在室内 如果外出 则需要戴上口罩 接着来看政治新闻 西蒙执政仅一年多就出现了一些争议性的课题 让人民多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 也导致支持率下跌 如今加上反对党相亲相爱走在了一起 确实触动了不少西蒙领袖的神经线 其中国防部副部长刘振东 在看完了纪录片In for Malaysia之后 在部落格写下了心情说 推翻国阵政权耗了数十年 要恢复国阵造成的破坏 更是完全没有捷径可行 大马人克服了重重困难 才按下了这个重启键 我们应该要珍惜这个新的开始 否则现在放弃的话将会永远后悔 同样来自西蒙的交通部长陆兆福也透露 首相马哈迪在一两个月之内将会有重大的宣布 因为内阁正在讨论一项 关于大马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宏愿 他说这个新策划就类似马哈迪 在1991年所宣布的2020宏愿 让马来西亚有一个大方向 促进国民团结之余 也吹保国家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而陆兆福也强调 尽管政府面临许多极端种族和宗教主义分子的挑战 但大马绝对不能够选择走向单元 因为多元种族和文化就是我们的财富和力量 最后有社会新闻 一名11岁女童喝了杀虫剂自杀 在医院挣扎一个星期之后离世 而她一直到临终的两天前才把真相告诉一声 事件有一名生育分子赛阿兹米 在脸书分享后引起关注 阿兹米在文中解释 女童深情暗恋着一名同龄男生 于是把心意写在了纸上 抒发情感 也没有打算告诉悉尼的对象 无奈老师发现之后 将她的秘密赤裸裸的在班上公开 作为惩罚 这让她深感委屈和侮辱 最终走上绝路 网民看了贴文之后 纷纷留言表示遗憾痛心 并认为孩子有尊严 身为师长的应该要给予保护和尊重 也有网民认为 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因为他是成长的一部分 或许这就是教师最失败的地方 对此阿兹米就强调 所有笔记写作日记 涂鸦或绘本 都是小孩的私人物品 大人要看之前 务必要获得许可 即使发现不对劲 也应该要给他们解释的机会 否则信任将会崩塌 另外阿兹米透露 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 今天的午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